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會說明星期日的賽事 沙田日賽 我的頭四場的心水 專攻頭四場 另外亦都會給連任位置Q2穿3 給大家買 不如先給大家看了我的頭四場心水 就是這裡 Win之選就是可以買Win 亦都可以做膽 另外亦都會給兩隻配腳 配腳一通常是穩陣 配腳二就薄冷滿 我就是這樣的想法 另外亦都會在這四場選擇兩場的連任位置Q2 給大家買過關 不如先說過關 過關就選擇了第一場賽事 這場四班尼地千八 我喜歡六號的兩全奇尾 另外配腳方面 我就要了九號的甜酒杯 還有十號的加州名進 六拖九十 先說六號的兩全奇尾 這隻馬今次有繼續跑四班 而且增程上千八 我覺得路程方面比較合適 因為上次看到他跑一里 其實他踏著的時間比較久 他最後才越打越有 而且他不是一隻爆炸力很厲害的馬 所以他跑一里不夠人喘 跑千八真程一來衝程會長些 二來他亦都可以有多些時間踏著 所以亦都適合這隻分段加速的馬的跑法 今次給莫雷拉跑 對著這一組其實比較弱的對手 我猜他都挺大機會贏的 排完九檔也都靈活的 我想莫雷拉應該都是轉彎 入彎的時候都預備移出三碟走的 這隻馬應該都適合這一種的跑法 分段加速 不是跟人鬥爆的了 所以這隻的兩全奇尾 我覺得做馬膽都穩陣的 三碟馬上季已經是贏了 165班已經是贏了 黎迪1650 所以黎迪一定得 而且他還有分數 三碟都贏了 今季四碟才是大方二彩 繼續進步的時刻 所以這隻兩全奇尾我會要的 配角方面 剛才說過要一隻九號甜酒杯 他也是四歲的 又是未見完的 但是他這次轉回來 四班的黎迪賽跑 增程千八 他都沒問題 上次看他跑谷操1650 又是較為遲才撥得著 他不是衝得很厲害 我想他千六也可能會嫌短 千八會好些 他也是 他還好 而且黎迪一檔都證明過是贏過的 今季贏了 他這一個分 現在還是有分 肯定43分 我猜他跟兩全奇尾一樣 這一場賽事 這兩隻四歲馬應該都可以繼續跑得好的 不過他有一點 沒那麼好 搞到我沒選擇他 就是因為他排了一檔 我怕他千八 一隻大隻馬 他不能夠早點開順 雖然他一檔贏過的 那一次1650 但是他很早已經移出去 預備 但是這次排了一檔 我都希望他可以 好像贏馬的時候 快點移出去 因為他是一檔 因為他還是大隻馬 剪補也比較大 如果入片 逼夾夾夾 而不切出來 他就會麻煩一點 那一隻大隻馬 所以我希望他甜酒杯 這一次 他也是四歲 都有進步空間 只不過我希望可以及早蚊出來 應該跟馬房串桧也不成問題 我覺得他甜酒杯也要要 因为他也是带着手绑 另外配脚除了这一只 挑选多一只就是加州名进 他40分跑4班 但高东尼也没所谓 这一只马更加没所谓 4班,两边都是4班 泥地,一里,千八 有了一只名 上季想过名 他亦都4班旧跑 所以他4班带着手绑 反而一点都不亏底 甚至可能更好 5班带着手绑 他很简单 选择他放头 輕绑 放顺了 回来拼走 他今季跑了三场 其实三场都输得不远 只不过有时候 我觉得他季初的两场 状态未到位 上次千六 他不能在前面走 还有千六的对手强些 可能 所以他今次转过来 泥地 我觉得他会更好 对手弱些 还有他千六上次放不出 今次跑千八 应该放得出 他 军速马没跑法 放在前面走 放到回来 我想捱回三三四四 没问题的 因为这一场 尤其是看回排位表 放头的马 不算太多 只有皇帝赛跟他走 皇帝赛排在外側 换然之 他这个六档 可以贴到欄 更何况 外面的彭国廉 他都不会逼你 一起放快 都是一起享受慢步速 所以我觉得 加州名进 他今次 可以单骑领放 应该 跑回位置 没问题 一只蓝骨 我觉得是要要的 所以 头场赛事 六 胆 两泉 齐尾 拖 九 甜酒杯 10号 加州名进 连赛位置 2-3 第2关在哪 第3场赛事 四班泥地千尔 要了1号电信标马 拖二号的高有之星 和6号的胜利波幅 先讲电信标马 这一只马 他就落到四班跑 大家都知道 好处 只不过 是不知为何 有走来捕泥地 不过 我也相信方家拍 这些 真是很 我是觉得 神乎其忌 今季 冠锋 我还想着 他要上程 怎样縮下去千尔 所以 这个联马斯 都不敢再质疑他的部署 今季真的很厉害 唯有信 四班泥地千尔得 战绩没什么好证明 只不过分率很低 丁冠豪 78分 季初赢马 然后转过来方家拍 现在只剩60分 好处 所以 凭 级数 实力 分处 应该踏足 泥地 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排了10档 至少不用吃沙 之前 10档 如果出门够快 放在前面 不过 他可以晚门 上次 前一次 都不够快 所以 追的话 要冒少风险 不过 叫做10档 不用吃泥 希望都追到上泥 所以 这只电信标马 我觉得 做打摩 唯有信他的部署 分真的很好 还有 何宅要 有些分头 5倍 我觉得这只电信标马要要 这一组 对手太弱了 另外 配搭 第一只 二奥的高有之星 上次这些马放头 也放到第四 那次还要背重磅 排了中外档 这些马是泥地马 来香港之前 和看过血统 都知道是泥地好的 结果 上次 一落到四巴 背着重磅 放在前面 回到输两个泥马位 输的对手 输给特区联盟进神 那些都不差 所以 这一只高有之星 我觉得他四巴有点竞争力 而且 他的脚法 也是挂挂挂的 跑泥地 应该可以 带着 这次有七磅仔 減榜 陈家熙 排了三档内側 没有马 足够他快 应该可以贴到 蓝顺着走 走得顺 锁又轻了 对手又弱了 这次 要要回的 高有之星 好 另外就是 胜利波幅 这一只 铜主马 都胜利波幅 很多波幅 这一只胜利波幅 也不陌生 波幅 来香港 试了四货集 才出来跑这一场 我觉得 备展是积极的 试集头两货集 脱落 但最近两货集 戴着眼罩 马走得 好 尤其是最近那一货集 在马上中间轻松走 过中点有些鱼饰 其实是试得挺好的 我想这些马 不半球 肯定未到十足 七八成马 不过 带回 试集 好的配备 眼罩 出来跑 还有试集 有少少走势 在马上中间 吃着沙 狠走 过中点 追上去 有势 所以这一款 聖利波幅 我觉得 是一款质素不错 而且这款系的马 我也有点信心 整体来说 也不错 看起来 旅剑威 今季的质素马 其实有不少马 都可以 例如 红运飞鸣 标之未来 都可以一出上到名 成功率 比往年好多 所以这一款 胜利波幅 放在这个仓 让梁家进跑 这些马 我想都是要散 因为他签议都是严短的 梁家进实散得动 所以这一款 既然试集有点走势 我觉得 不差 这一组对手 太弱了 救马 见了 所以拼这些新马 就进来 另外也补充 有一些旧马 其他马 我的看法 今季一号 他有半新马 其实跑了两水 不过 我觉得 上次我可以选择 22倍 他 其实 踢着 都踢得很久 他都不是千二马 所以 再跑千二 我有点担心 他会嫌短 而且 苗里德最近又一样 热门死了很多 那些飞霸龙 那些飞霸龙 那 由上次二十多倍 现在只剩下五十多元 我就觉得不得了 上次我租其实很不厉害 所以我就不要金进一号 水中低 上次那一部 第三起跑 如真如假 是弹脱来赢 所以我觉得 对手都参差一点 其他再选择 我觉得 宽乐一生有缺过货 大军阀也是 这一只热门 我提提大家 他十一月头 都是不见了几天的神粗 健康应该有点问题 你想梅布跑来跑去四四五五 好像上季初 透支了 那一只马今季都是赔赔赔赔赔的 所以我就博了一些质身马 其实二啊六啊 这些都是新一点的马 那就找一只乐班的拖一拖 好 所以二川三连任位置Q的关就是这么多了 头关第一场六拖九十次 次关第三场一拖二六 好 这一段就说到这里 预祝大家好运的 看回大家 明天跑六泥四草 头场开跑时间 1点钟 三天有多保 那就赢得多一点 那在明天 在下一次的创码分析 再跟大家聊聊